中方确实一直在劝和促谈 为了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 做出努力 包括习近平主席本人 也多次同相关国家领导人 通电话亲自做工作 中方会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当初你们也是同样如此关心 伊拉克 叙利亚 阿富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伤亡吗 他们这些平民 对你们来讲毫无意义吗 对了 我还忘了提 1999年的 塞尔维亚 那时候叫钱南斯拉夫 他们这些平民的伤亡 你们就毫不在意吗 如果不是 恐怕 你们毫无资格 来对中方进行指责 我们 建议 有些媒体 还是把经历和重点 关注 真正有利于促进和平的事上 那就是 你们应该去建议一下 美北约国家 不要再去运输弹药 不要去火上浇油 解灵 还需 细灵人 我想强调的是 那些 乌克兰危机的 始作用者们 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中 扮演的角色 切实承担起 应承担的责任 为缓和局势 解决问题 拿出实际行动 而不是 嫁祸于人 那些 莫不得 他 有什么 不得 有什么 因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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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